我们在休息 还要辩论 还在探讨 这是什么 这是执着 不执着有没有辩论 不执着没辩论 你看到别人在辩论的时候 你会笑一笑 那笑一笑 笑一笑动了分别 虽然没有执着的时候 比他高一点 还不行 到高一层阶层 高一层如露不动 没表情 那今天就更高 笑一笑还不错 比他高一层 下面这是黄念郎说的 给众生望显 念念相续 如极流水 从未占喜 这个比喻好 确确实实 我们的望心 望心是什么 就是奇心动念 奇心动念 非常威胁 这心一动 望心就出现 望心就是阿赖 阿赖也 阿赖也 也离不开自信 从真起望 是在讲 真望 不二 因为真望 不二 所以 祝福如来 看一切众生 都是福 所以一切众生 本来是福 为什么 真望 阿赖也 没离开自信 只是 拼力了 信德 背力了 信德 产生 这个幻想 不像 四身法界 四身法界 也用阿赖 但是他们 老实 听话 听诸佛如来的话 依旧奉行 所以他们学得很好 学得很像佛 不是真佛 相似 祭福 在天台大师 他很像佛 为什么他不是真佛呢 他用阿赖也 还是用妄心 妄心学得很像 即使把那个妄心 放下了 真心 他就是真佛 那叫什么 那叫转师成志 那就真佛了 转阿赖也 为大元 见之 大元 见之 什么 大元 见之 就是 长吉光 长吉光 迷了 就变成阿赖也 这条就是 长吉光 长吉光 里面的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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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智慧 就是阿赖也 里的 专相 阿赖也 里面的 见分 长吉光 长吉光 里面的 这相 就是阿赖也 的 境界相 像分 他变质了 没有形象 他能变成形象 自信里面的见闻觉知 不生不灭 在阿赖耶诗里头 见闻觉知就变成寿祥行使 寿祥行使是从见闻觉知变来 寿祥行使有生有灭 见闻觉知不生不灭 这个世界之所以好像存在 那什么原因呢 念念想去 忘形就是起行动力 在我们六道里面 不但起行动力 还有分别之处 如果你没有执着了 六道就没有了 有起行动力 有分别 就是四圣发现 在这个净土里面讲呢 方便有语度 那有执着 有执着就是凡圣通去 六道楼 所以你说执着 对我们的伤害多大 给我们带来多大的痛苦 六道太苦了 佛说得这么清楚 我们现在也知道了 我们能不能把执着放下 还是不行啊 还是要执着 这是什么原因 在习于此 但 faj人 太重了 时间太久了 时间太久了 养成了 习惯了 由于无逸 它就起先行 修行怎么个修法呢 时时刻刻 能解决到 中文大德说的好啊 不怕念习 只怕觉知 为什么不怕念习 念念相语嘛 他怎么会不起来呢 他成习惯了 他会起来的 起来不怕 问题是你要求 你要清楚 你不能被他迷了 觉怎么样呢 这个一觉的现象 不知觉了 觉悟了 阿罗汉的 尘词 不分别了 菩萨的尘词 不起心不动念了 出诸以上 佛的尘词 那叫觉 我们今天没觉 你阿罗汉都没觉 那个城市都到不了 我们在学习 还要辩论 还在探讨 这是什么 这是在执着 不执着有没有辩论 不执着没辩论 那你看到别人在辩论的时候 你会笑一笑 那笑一笑 笑一笑 动了分别 没有执着的时候 比他高一点 到高一层 高一层入入不动 没表情 那境界就更高 笑一笑 还不错 比他高一层 阿妮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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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妮陀佛